真理总是真理 就算有一百个人相信一个谎言 它终是个谎言 你们一定要有勇气依着真理而活 佛陀讲了他小时候的一件事 我九岁的时候正在公园玩耍 这时一只天鹅砸到了我的面前 原来一只剑射中了天鹅 我就用浸满水的衣服为天鹅喝水 看着天鹅的样子我非常难过 我的堂哥提婆达多跑过来 非常兴奋地问道有没有看到他射落的天鹅 还没等到我回答 他已经让小伙伴来抢天鹅了 我阻止了他 他怒喊着是他射中的猎物 应该归他所有 我哭着跟他说 这只鸟是我的 我要保护他 无奈之下堂哥威胁说 去找父亲申诉 在朝堂上我和提婆达多争论 这只天鹅应该属于命中者还是施救者 有人站起来说 打猎是差地利的天性 并且是提婆达多射中了天鹅 我反驳说 保护弱者同样是责任的体现 而且我是出于人性的考虑 救了天鹅 多数人似乎都偏向了提婆达多 父亲感觉手心手背都是肉 无法判断谁对谁错 所以请博士来决定 博士说 他也很难判断对错 所以让天鹅自己选择归属者 万物皆有灵 天鹅似乎看到了 射中他的是提婆达多 而救助他的是我 所以最终选择了我 在我们生活中 很少会有人用真正的慈悲心 看待所有的东西 因此 弱小者总是被欺负 无论怎么说 真理总是真理 你能站出来维护真理 是需要很大勇气的